华少爷 你一样不是答应了做翻译的吗 总是调停不了呢 你是俄国人 根本不讲道理 就不用努力提案我们的商货 岂有何力 这还有王法嘛 不能再忍的时候 我们一样给的是俄国伟大 一点教训 我也想回省城 好啊 但是 我娘的病还没有好 我怎么能走呢 爸爸哥 伯母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在他几个没事了 我听伯母说 他很怕打针 你也吃中药 反正他也快好了 你就顺着伯母的意思 姐姐 不如你跟华大哥一起 反正我也没事做 让我立下照顾伯母吧 就算照顾了我娘 我对你没有怎么办呢 伯父啊 都放在我身上啊 那就麻烦你了 嗯 好吃 很好吃 尽量吃啊伯父 不用客气 嗯 伯父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让你把账结了 你说 是啊 你也好 我都呛一个好几天的饺子去 嗯 不过我现在身上 其实呢 没有钱给我可以商量 答应我一件事就不用给钱了 什么事 答应我今天不准骂人 就这么简单 对啊 当你答应了我之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能发贴旗 也不准骂人 好 一言为定啊 那我先吃了 好 大大哥 进来吧 姐 你这个臭小子 哎 伯父 你答应过我的 今天你不骂人的 嗯 好啊 姐 我有点事一定要去省城 做完事情就回来了 娘的病好得差不多了 您不用担心 还有啊 咱们哥哥都很担心您 请您回去吧 我的水 我用你管 爹啊 我要走了 您好好保重 哎 华大哥 姑娘 啊 原来你求我吃饺子 是没有意思 对不起啊 伯父 其实 我这么做 是希望你们素子两个人 和好如初 说真的 华大哥真的很孝顺呀 伯父 一定要再生华大哥的气了 好不好啊 伯父 伯父 啊 伯父 好了娘 您不要再送吧 你这个气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还会放心你呀 您放心吧 我出去做事 做完了马上就回来 你一个人在外面 什么事都要小心啊 师父 师父 你放心吧 我没看你 我让我们两个会照顾师父的 是 您老人家放心吧 对了华大哥 你不用担心伯母 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他的 还有呢 伯父那边我会收拾他的 谢谢你啊 蓉蓉 娘保重 你自己照顾 知道了 对啊 你放心吧 你和娘由我们兄弟去照顾 娘保重啊 保重啊华大哥 再见吧姐姐 再见 伯母再见 郑总啊 走吧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齐先生 朱老板来了 齐先生 这回糟了 朱老板 什么事这么紧张 哎呀 你一定要帮我啊 坐这边说 听说 事情是这样的 那些俄罗斯人 他们强迫我们买他们粗略不堪的货物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就在今天呢 有些莫斯科贸易公司的走狗更猖狂 他们居然打人 还大肆的破坏 还大肆的破坏 把我铺子里的家具啊 柜台啊 全都砸烂了 这些俄罗斯人 简直是木工无人 朱老板 你不用担心 我给你提交涉 我一定要给你找回一个公导 公导 谢谢 谢大哥 哎 华少爷 徐伯 你回来了 谢大哥呢 他跟朱老板刚刚出去了 说是去找俄国人交涉 他们在哪里啊 只是听说他们提过一间叫 莫斯科贸易公司 不信 我们走 好 这皮比较粗 但是表面挺光滑 模仿的不错 能见 第一个就是他 是他支持同家做口 今天我代表朱老板 我代表朱老板告诉你 这批货我们不会要的 给你毁坏的东西 一定要全数负责赔偿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给我滚出去 喂 德国人的走狗 老货就买 我买一混蛋 你 你想说什么 你先回去 我来应付 好好好 你 别乱走 你怎么 这是中国人的地方 又不得你发自 又来了几只中国猪 你说什么 我说几只中国猪 非常好 大家时间走 请你不要特技 我这样乱了 我里面 我里面 今天九味菜股 真开心啊 这么好吃的菜我很久没吃过了 还说几位太国 这位出血 这一回呢 多亏两位帮我们出了口气 要不然呢 我们一定像那些鹅鬼那气不死了 吃手吃劳嘛 坐坐坐下 说得不错呀 跨大墙一出手 下了那些鹅鬼的屁棍料流 其实你们用不着那么客气 你们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这么做是应该的 可不是嘛 看到那些走狗就想打他们 总之以后有用得到的地方 领外刻画 何况大家都是买卖洋货的人 不同的是 你们卖的是日常消费品 我卖的是药品 我们做洋货买卖的 都做了几十年了 一开始 跟法国人做香水 洋酒 风表 后来呢 跟英国人做皮革 羊毛 都做得很顺利啊 大家合作愉快啊 突然来了什么什么 俄国人啊 动不动就武力解决问题 现在是什么市场啊 他们把我们中国当作是一块肥肉 应发两国一向做地分肥 俄国人当然流口水了 其实做生意什么人都一样 最后要货真价实 不要像俄国人那样就知道骗人 不错 他们这么做啊 不给他们的颜色看看那怎么行了 我们跟那些俄国人言语又不通 文字也不认识 签那些合同啊 肯定吃货啊 你说的对啊 除非他们可以用一些好的货来 如果不是的话呢 跟俄国人没什么合作余地 哎呀 七先生 照我看啊 俄国人这次吃了亏 一定不肯罢仇 为了今后日子能过得安稳 我还留你 把我们出面交涉一下吧 七先生 请你帮我们 把这意思转带给俄国人知道 谢谢你们看得起我期望 不过我一向跟洋人做生意 如果在合同上 或者交易上推前的努力 我都会交给都督府的人处理 因为政府授权他们全权处理 对外贸易的事 这件事最好依正常附近 交给他们交涉 这样吧 明天我到都督府去一次 把这件事反映给都督大人 希望他出面 俄国人交涉 白天这件事 七先生 您肯帮我们正是求之不得 太感谢 七先生 谢谢你麻烦你了 不用客气 为了大家的利益 其某亦不容易 都督大人日里半提 本来这些芝麻大的小事 不应该麻烦您 不过 俄国人实在是蛮横无礼 对我们手无寸铁的商人动武力 不单是对我们的利益有损 而对我们的生命都造成了威胁 我们迫不得已 才请都督大人主持公道 其实 俄国人这样的态度 我想都督大人 您也不会送你他们 如果真是照你所讲 他的的确无礼 不过你们 哦 昨天的事 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 迫于无奈才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事 我们不想再发生 所以 我希望都督大人 能够公正言明 去处理这件事 当然了 这件事我一定会本公办理 其实我们身为父母官 应该为老百姓 还有简单 这样吧 你先回去 我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那么就有劳都督大人了 到此 总科 机上 请 我想不到这件事 搞得这样 华祖祖 你要想想办法才行吗 其实啊 只要姓徐的跟姓 话的不插手 这件事 那就好办了 这两个家伙 真能对付 不会吧 华祖祖 您这一份事 公司不理他们 万一真是这样 那些俄国人 就会血本无贵 华祖祖 以后不单是财露霉了 就连以前赚的那些 统统都要吐出来 华祖祖 您可得想清楚 不过 华祖祖你 堂堂一个都督大人 难道任由姓齐跟姓化的 两个家伙来摆布不成 早让本官处理这件事 没那么多麻烦 现在你办得了了 再来交给我 人家会说我哥们都像外国呀 我发送了 这样吧 你马上回去告诉他们 我会私下跟俄国人 搞好那些合同和条款 至于你们本身化的和信息的恩恩怨怨 我不费力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 我都会装装 不知道 既然都督这么说 那就好了 妈 欢婷 我有事找你 来 坐下 这有什么事 先坐下 妈是想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变 我当然没有变了 你看你天蒙蒙亮就出去了 你干啥 晚上都很晚才回来 回到家也不来看看你这个妈 你心里还有没有你这个妈了 妈你别这么说 我只不过晚了一点回来 都快到夜里一点了 还叫晚一点回来 整天 人家忙了商贵的事吗 唉 这种事啊 本来就不应该叫你孩子去做 但是你呢 天天有好管心事 整天跟那个进化的在一起 又说人家功夫好 又有仗力心 妈 你怎么知道 哈 何止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啊 还知道你跟那个进化的 永远都是不同进退啊 妈 婉婷啊 我突然想起 上次你说去乡下考察生活 是不是又跟那个进化的在一起啊 啊 不光是我跟他啊 还有很多人一起去 不管多少人一起去 在他们眼中啊 就是你的进化的在一起 婉婷啊 我可不管人家怎么说啊 我们就去做坏事 哎呀 婉婷啊 我们大城市 男男女女在一起 人家不会说什么 但是江下就不同了 他们不习惯 他们就会误会你 是一个不剪辫又随便的女孩子啊 我才不管有一个人误会我 只要华大哥不误会我就行了 你看看你啊 你看看你啊 张子一个画大哥 帝子一个画大哥 你说你喜欢他 啊 怎么呢 我都不是说了吗 我们是朋友吗 好了 你不用再骗我了 昨天晚上 你爸已经见过他了 他还说 你整天跟他在一起 还跟他眉来眼去的 好像觉得世界啊 谁有你们两份人 你要听爸爸乱说吗 我们是在杀料商贵的事 哎 女儿大了 有自己的生意 不过听你爸说 这个人挺不错 你爸还说 听话的这个人啊 又老实 又正派 功夫也不错 天生好大不平 现在这种时候啊 这种人真的不多 爸爸就在这么说啊 嗯 他真是这么说的 哎 不过 你整天跟他在一起 确实很危险 他整天得罪人 那些仇家不会放过他 一定不会找机会 报复父子 你跟他又这么亲近 那连你也有危险 妈 你不用担心 华大哥功夫很棒的 你现在啊 完全让他给移住了 妈的话 都听不进去 好 这样吧 有机会 你把他带回家来 找我好好地看看他 真的 嗯 好 满婷 阿蕊 来了 你来了 懂我心 你好 好 来来 坐 不用再见 来来来 你们好好聊 坐 随便 找我有事吗 听说昨天华大哥找了惹果人 而且找你姐惹果人 老妹的烤手了 你都不知道华大哥多厉害 一个打四个 哎呀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都想看看眼界吗 不过 不过什么 那个俄国人的买伴到我们家来找吧 今天一早 我一开步 就开着门口 有几个俄国人 坐在博物前面地上 又吃冬季 又喝酒 大吵大闹的 已经被他们交情了 还明目刚胆地跟我们做对 这是摆明了跟我们捣乱 不错 前天华先生见过华天城 他不但没有回应 反而变本加厉 那听口答应处理这件事 这明摆是做如我狗鬼子 既然华天城不少诺言 我们也没必要给他留面子 就找我们的意思做 没错 我们去找他算账 打到他们连我们一根头 都不敢动 哎 冷静一点 那德国人一再这样横行八道 很明显 他们有华天城给他们撑腰 谢大哥 我们以后不能依赖都督府了 这个怎么办呢 郭老板 你放心 我会尽快通知商会会员客会 想爸爸讨论这件事 太好了 那我们全靠你了 接着 我走了 好 慢走的 谢谢 朱老板 你来了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们 老爷 有东西要交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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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段时间也好了 我几天终结才查到你的故事 你放心 我这次找你 不是向你追逃是吗 我只想反你能量属于你的因子 就是你的心情 你得不会忘记你一次就委屈你晚上的心情 我不等于是因为你的故事 我更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包子 一种活力 也更不想你为了我们迷你 而放弃你的影 让你抱恨中心 我给你保守这个命 生下这个案子 亲手把他扶咬成了 我给他写的名字叫相军 大大哥 如果那天我能看到你怎么样一个打四个打倒那些坏蛋 那就好了 可惜我没有这个眼福 这算什么 不是 在这个社会 已经没有几个像这种英雄辖士了 当然应该好好夸你 就你说 师父的功夫可出名了 对呀 非明天下嘛 刚才我去婉婷他们家 连婉婷的妈妈都在夸她呢 啊 说我师父什么 公母说啊 华大哥不错 说华大哥人又好又老实 又会功夫 好报答不平 哎呀总之什么都好 嘿 乱说 华母没见过师父 嗯 但是伯父见过啊 啊 这么说伯父夸我师父了 是啊 师父 快点随机 别错过机会啊 你闭嘴吧 對了 华大哥 连你的俄国买伴都夸你呢 啊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今天那个俄国买伴啊 到处都不找我爸 他跟我爸说 华大哥很厉害很能大 他很夸你 那还搞事 阿蕊啊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我爸跟俄国买伴说 他们俄国人之间的契约一定会造作不变 但是俄国人跟你们之间的私人恩怨 他就当看不到 不会插手 那你自己得揭 你爸爸 一定受了俄国人好处 他们一起来欺负我们 华家没一个好人 阿松 不要这样对华蕊 根本就与我无关 是啊 松哥 你这样对阿蕊就不对了 那是他爸爸的事吗 就是啊 阿松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姑娘 人家对你多好啊 华大哥 看起来我们不能依赖都督府 我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没错 有什么办法吗 我们要组织商会 照照所有的商人 一起抵制洋人 华城邪冒场 吉先生 今天我见过几个商户宗主 包括商界的前辈 他们个个都赞成我们的做法 他们说一定不能向俄国人低头 要不然的话 其他的外国人就会照这样去做 到时候我们的生意就更难做 这样最好了 我们一定要跟俄国人周身道题 对 要跟他们周身道题 施姑娘 麻烦你写封信给俄国领事馆 要求他们改善做生意的手法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联合对付他 不跟他们经商 但是我不会许俄文呢 你写英文就行 好 我们要马上成立 华人总商会 如果以后商户有什么麻烦 就用商会出头 这样都督府就管不着了 齐大哥想得可真做到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 就什么都不怕 不让他们越来越商口 施姑娘 姑娘请你做商会的秘密 我 我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齐先生我们有工作经验 只要你有信心 就一定能做好 华人总娘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谢谢你 齐先生 华兄弟 我暂时没想好你的位置 齐大哥 你是很了解我 我当然了解你 但是 如果你有名有份 那些文国人更加闻风荡杂 不敢放肆 这八周总 你看这东西 看把这件事越搞越大 现在 还比俄国人改变经商手法 他明明是抵制我们 华都督 你主管对外贸易 又收了俄国人的服务费 你应该为他们的利益好好考虑一下 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有此理 你这么说是怪我 不敢 中买办也是传达俄国人的意思 对对对对 实际上 俄国人是怕他们真有行动 所以非常紧张 他们想托我 请华都督你去他们出面 我早就说过 合约上的纠纷前因的瓜瓜我可以管 但是现在跟人结约 我怎么管 是谁 啊 你在那边 哦 我想上街去 我没想到三公司有客 嗯 请接近走吧 哦 您刚才那么说 是不是俄国人的事 你再做不完 我是说凡事可以变化一下 嗯 那多多的意思是 总买办 你不是整天说俄国人很能打吗 没错 硬拼不如智取 但是在智取的同时再加上硬拼 这就叫做名声一朵案件难逞 你你是说 你还不明白 很简单吧 无论你们也好 性化的也好 不管你们怎么打 我们都不管了 哦 哦 你是 不用管他们的死活了 明白了 外国人在这犯事 用外国的领事管去管 他们都管不了 我怎么管 好 哈都督 我是把您的意思 带醒了国人 就走吧 行了 那把这封信交给领事 是 好 齐大哥 劳兄弟 坐 来 齐大哥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 没什么心事 这两天你好像心事重重的 是不是不方便说 没有 没什么 没什么 你不要瞒着我了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 我也不会勉强 不过就算我帮不了你 我也希望跟你分忧啊 我没看错你这个朋友 我年轻的时候 一时糊涂 做了后悔莫及的事情 当然 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 也就是说有做错的时候 但是如果做错会影响一生的话 可能是老天给你的惩罚 这是惩罚 齐大哥 难道你 是不是惩罚还不知道 这就是我这几天心很恍惚的原因 师傅 阿蕊来了 他想说什么 什么罗伯买办 还让他自己付 华大哥 前天俄国买办 拿着你写的罗伯领事馆的戏 去找我爸 你爸怎么说 我以为听报 他们周买办说 如果是合约上的纠纷 金钱上的瓜葛 他可以出面 如果是自然恩怨 就不属于他管了 这件事 我们要跟俄国人直接交涉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不让都督府插手 阿蕊 谢谢你 别客气 我也想帮你们吗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就对了 以后呢 听到什么消息 马上来报告 听到了没有 老爷 我去查过了 那头船 明天中午才到岗 明天 我们中国人有事 喜欢张扬 招人故意 日本人就不同 他们会暗中学我们的长途 加以利益 他们个性灿烂 野心大 我们永远都看不到 他们的下一步期 这就是他们的优势 他们国家 进步神智 上下一心 这一点 是我们比不上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日本人 他就顺着 他温柔娴熟 喜欢我有组片 我们的感情化得很快 他能做此暗示 如果我肯娶他 他就跟我来中国 那不是很好吗 当时我没有理发 也没有珍惜这段感情 跟着 我就返回公共 我当时的理想是 读完了书之后 振兴动化 完全没想过儿女自己 所以你读完了书 没有维持那段感情 就回来了 他一直都没告诉我 原来已经有了孩子 不过现在 他说把儿子送回来 让我交叉 让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并成我的理想 顺子小姐 他真是文章 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呢 因为他太了解你 不想烦恼你的理想 更不希望你为难 如果当时 你留在日本 可能会后悔一声 也可能 你会怨他 是不是 那天收到 顺子小姐的信 所以这几天 即使很重呢 你说村子 这么大一个儿子 我真是不能接受 唉 齐大哥 事实就是事实 想不到你做事 英明果断 在感情上 反而这样未做 这么犹豫 我脑子里 只想着中国长期脊弱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挺起胸肠 上下一心 齐先生 我跟阿牛 快留在这里 你们去办事吧 我们俩哪儿都不去了 阿松啊 商户昨天都收到信了 如果他们要找齐先生 你记下他们的意见 能今天回来处理 知道了 师傅 你放心吧 这些事啊 由我跟阿松办就行了 老爷 这位小兄弟 有信交给你 他就是我老爷 齐先生 俄国领事 要我把这封记交给你 什么事啊 俄国领事 要请我们今天去领事馆 有事商量 不行啊 我们去接船 我们另找时间吧 领事先生 住在等你 你回去告诉领事先生 我们准时到 好 请 我们与大局为重 一定要去 接船 就跟阿聪阿牛 他们去吧 好啊 齐先生 我去通知领事大人 领事先生 让我们来 是不是想妥协 有这个可能 希望以大局为重 如果他肯让步 我们可以考虑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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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还没到 这么急事 他真的还没到 晓张啊 肯定会来的嘛 真奇怪 那骑下 那骑下 那干什么呢 来了 我又没见过他 怎么非知道 半个小时了 还不出来见我们 摆什么下 习大哥 不是说他有客人吗 也许有重要的事 他约我来 时间是由他定的 麻烦你叫领事快出来见我们 喔 习大哥 既然来了 就坐这一会儿吧 诶 来来 这不是 我 中国运动 那这个 跟中国一样啊 不一定 中国又 这舞大郎 带着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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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幹什麼 難得是告 好你個日本小子 我不是上 你 我殺 我殺 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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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殺 你殺 你殺 我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氏先生 我们来了很久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快点说 李氏先生很转快 我知道你们最近做了很多事 是不是 我们的信上写得很清楚 我们不满意你们做生意的说法 如果不肯改善 以后就拒绝交易 李先生 俄国人怎么做生意 好像不管你们事 你要何必强出土呢 只要是中国的事 就跟我们有关 那那是不是给你很多钱 所以你们才出面对付 他们给你多少 我给你们装备 狗眼看人逼 你以为每个中国人都会为钱出卖同胞吗 花兄弟 我们走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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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 我管些事 看着怎么死 你不要干什么呀 住手 住手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干什么呀 住手 你不要干什么呀 住手 住手 别人 我们走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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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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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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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开 早些 mówiYour 我们走开 走开 不是 起效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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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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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又是你這傢伙 您別誤會 是他就是我們啊 剛才就是他打我們還誤會呢 齊先生是嗎 你是信住 哦 是他把俄國鬼子打跑的 要不然要不早就完了 齊先生 他是你兒子 哦 原來是齊先生的兒子 太好了 他把俄國鬼子打的兒子 哦 他把俄國鬼子打的兒子 他把俄國鬼子打的兒子 跟我來 剛才謝謝你啊 不用客氣 我來馬上去接你了 不然有重要的事情 我就阿松和阿牛去接你 沒想到華盛這麼多事 我們父子倆啊 要坐下好好聊聊 要坐下好好聊聊 嗯 喂 你倆幹什麼 是不是想被師父罵 師父啊 他到底是不是幾歲的兒子 我知道啊 話咋真說是 不是讓我看啊 整個一個日本鬼子 師父說的是不是真的 我有同情 這功夫不錯 不是啊 不對了 還長得不像其他人 哎 快來吧 你丟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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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丟臉 哎 你們現在太不規矩了吧 叔 我們說他的蘿蔔頭 這曲線不利啊 哦對了 所以我們就先收拾他了嗎 他們都不相信他們是負責 別說這麼多了 去大活吧 到底是不是 人家是真真正正的中國人 中國人老是這麼野玩的 一出口就打人啊 不是啊 就是你們沒有禮貌 人家才打你 去要大活去 你們走吧 這些年來 你跟你媽都好嗎 好 我們都很好 這個突然來找你 一定很吃驚吧 其實我也是 多少年來 在日本生活很好 有一天媽媽告訴我 我是中國人 讓我回中國找我親生父親 當時我整個人都傻了 我知道 日本的父親 不是我親生的 但這二十多年來 不覺得缺少什麼 真是對不起 我從來沒有敬過父親的責任 對 媽媽說 你不知道我的存在 對 因為你媽媽從來沒說過 如果她說了的話 我一定會 過天時不要急 謝謝 我想了很久 才答應媽媽來的 你媽 我想知道 親生父親是什麼樣 同時深地了解一下 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 不久前受到你媽媽的心 我精神上 受到很大的困擾 因為多年來 我一直是一個人受 沒有感情上的突然 但是突然 你放心吧 我一向有力 不需要你找我 你可以同樣 讓我不存在 其實你來 是我補償的好機會 不惜啊 你沒必要補償 其實這次來 只是想找自己的根 看能不能做個中國人 小鐘 同時 如果我們不能一起生活 我可以為日本人 我們是父子 我們的關係 怎麼不分割呢 實際上呢 沒人可以保證 跟另外一個人 永遠相處在一起 我到二十幾歲了 已經很懂事了 何況 這個不是你教會 每一不同的是 多一個叫棒的人 新少爺來的真及時 要不是他 這個藥鋪已經燒成灰了 來來來來 剛充好的龍井 大家請喝 徐伯謝謝啊 謝謝 客氣 客氣 我們今天差點中了俄國人的在虎離山之際啊 真卑鄙 一面請我們 一面搞破壞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不會低頭去腹 俄國人一向蠻橫無理 世界各國叫他們蛇蝎猛虎 一直和大日本帝國對抗 我們日本早就對他們恨之入骨了 依我說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燒我們的鋪子 我們燒他的領事館 對 要不然他以為我們好欺負呢 跟他們對抗不是問題 他們根本不是對手 但是 有很多商戶跟他們做生意 那麼到頭來吃虧的是我們 我想從長記憶 從正面著手 還有 今天俄國人放火的事不要張揚 臉的嚇壞其他商號 師姑娘 你沒事吧 我沒事啊齊先生 沒事就回去休息吧 趕緊回去休息吧 嗯 我送師姑娘們 順便熟悉一下環境 好啊 你認識回來的路嗎 你放心我認路沒問題 師姑娘請 走了再見 花老弟 我們要盡快成立商會 還要開會研究如何對付俄國人 好啊 走內斤好不好 好 這裡是華新街啊 這是市中心啊 那裡住了很多外國人 對了 今天今天要好好謝謝你 如果沒有你 後果不堪事項 別客氣 讓我放下 我看你 功夫不錯啊 行長功夫 不過我們日本人 日本人 你當自己是日本人啊 我習慣了 不像日本人 哦 我明白 我看你啊 一點都不像日本人 我本來是中國人嘛 日本人從上路過 從學畢業後 都能從事 對大日本的帝國效果 一直以來 都倒是必修可 原來你打保俄國人呗 用得最柔大 我第一次見啊 哦 是嗎 我在今宵 是用的什麼 齊心人也會功夫啊 不過沒有畫大哥吧 有機會讓他交集 你第一次在中國啊 是 你覺得中國怎麼樣 不錯啊 只是城市比較舊 挺大路 哦 難怪齊心人說 要多去其他國家學習 然後回來 貢獻你自己的國家 你說他說得對嗎 他說得對 哎 如果你跟齊心人一樣 有這樣的理想 那齊心人就多一個幫手啦 希望我能告訴他 不過那你一定要實際環境啊 我跟下吧 那 你人生路不俗 以後就我更理想吧 好啊 以後就麻煩你了 不怕我煩 各位東主 各位街坊 經過多次的籌備 和多次的跪移 我們終於成立了 中華總商會 並且選出 師大副先生 為第一屆商會的會長 本人替鞭為副會長 換鞭先生 為總幹事 中華財先生 為幹事 師晚成小姐 為秘書 所會成立的目的 是建議最近在洋瓦商號的本地上 有不少糾紛 所以我們磋商之下 就成立了中華總商會 以後有商戶上的問題 就交給商會處理 如果有解決不了的 就由商會直接向都督府匯報 我們成立商會 最主要是維護買賣雙方的利益 還要堅守合約上的規定 最后我們會堅持一個原則 就是我們的會員商號 如果遇到什麼麻煩 或者受到不法知足的影響 其他會員都會起來對抗 絕不示弱 這次所會成立 除了多謝政府之外 還要多謝都督花大人的鼎力支持 現在請花嘟嘟上台頒委員狀 給師大夫會上 現在請師大夫先生接受委員狀 上個禮拜 你請我和華正陽先生 去領事官邸做客的時候 你的手下到我遠懷要站 放火搗亂商人 這種所作所為 是領事先生的奇耻大辱 看在領事先生的份上 這件事我不再追究 但是你的手下 一定要當眾道歉 請有此理 我走 我走